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這個實際生活上 嘩 我經常覺得純素 如果你在講那些Number Theory 素論那些東西 我經常覺得沒用的 我覺得有人會說是一門藝術來的 就是你應該這麼說 你問很多做純粹數學的人 大家就是欣賞那個數學結構裡面的那種漂亮 是的 還有你可以從這裡找到 大自然給出來的一種數學的規律 別人看不到是你看到 需要很高的智慧才能夠看得到的 這個直接就是令到為什麼古希臘哲學這麼崇尚 這一種數學的原因 是的 有一個日誓 當年Richard Feynman 他是全分考入這個 我不記得是MIT 數學是 全分 就是滿分的 但是讀一下他問那個數學教授的 讀數學有什麼用的 那個數學教授說 如果你這麼想的話 你不如來轉系好過 我可以回答得好 哈哈哈哈 他轉去 應該是轉去physic 他第一年應該讀Engine的 讀Engine的 不過心裡轉了一種數 為什麼以這個開頭呢 就有一篇很近的論文 首先就要告訴大家 純粹與遺傳學之間的 這個非常之不為人期末 即會預期出現的聯繫 現在發現了 這樣 我再提一提 因為他裡面的文章挺深的 不過他提到一件事 我立刻醒神了 就是說 他找到一件實際上有用途的 對於研究那個遺傳學 就是日本的一個數學家 這個數學家相當出名 就是高木貞子 就是我們以前 我自己也有聽過這個名字 相當之奇妙 因為高木貞子 大家 貞子不是貞子 貞子其實是一個純粹的數學家來的 就是不是講實際應用的 是二十世紀初 很早的 一百年前 是一百年前 是的 是明治維新的時候 第一代去西方讀 就是研究西方的數學 竟然是一個這麼大的成就 那這篇我不多說了 因為從頭到尾 那個技術含量相當高 所以由你去介紹 那就糟了 但是這樣說了 我們簡題目就純粹看它真的不是科學生資 還有對於未來會不會幫我們答到一些大問題 心呢 我們盡量能力去嘗試理解 心的 然後出來錯 引到一些大師出來去更正我呢 我是很高興的 OK 但是我們盡量嘗試去解釋這件事情 其實在他們這裡說 超乎我們想像的純粹 和基因遺傳學的聯繫出現在哪裡呢 首先 基因遺傳學那裡有一個 我們很容易理解到很有興趣知的大問題 我們的基因是會變異的 是不是 大吉利時 如果我身體上有些基因變異了 有時候會出到一個癌症出來的 有些良性 有些惡性 其實看你的基因變異 變異了在什麼位置 會不會出現一種量變變質變 有些人說那些智藍物你不要吃那麼多 因為你吃得多 就累積越來越多的變異在身體上 最後就量變做側變 這樣就令到你表現了一些 跟正常身體組織不同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很有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有某一個很好的數學模型去理解 這個由量變到側變的這種基因變異過程 是怎樣去來的呢? 甚至乎一個我們更加關心的切身問題就是 我究竟要累積多少的變異 才令到我身體出現了一些不良的組織 就令到一些不受控制的組織出來了呢?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明白到這個數學背後的話 就對我們對於整個癌症我們了解的那麼多 甚至對於整個演化故事 如果我們說 由一個的物種 它怎樣是累積到足夠的變異 令它表現到一些新的特徵 於是乎是有跟它原有的物種是不同的呢? 然後慢慢累積更加多這些質變的時候 令到整個物種和原本的根本上是變了非常之大分別的呢? 亦都是在一個基因遺傳學裡面 都是需要去了解問題 如何由量變變變成質變? 那麼好了 今次這個研究小組是企圖回答這個問題 裡面牽涉到的大師我覺得非常厲害的 這個研究是牽涉到牛津、劍橋、哈佛、MIT 還有這個Allen Turing Institute 我還沒數完的 但是你聽到這堆名字 就是那些已經嚇死人的這些學校 在他們的聯合研究裡面 他們嘗試找一個數學模型 去給一條式出來 去嘗試解釋一下一個很基本的基因變異的問題 就是這個的 有沒有一條數學式 去幫我解釋一下就是說 有多少這些在基因上面的量變 最後可以影響到變成一種質變的呢? 或者這個的基因 這個令到我最後能夠顯示到 就是令到由質變出來的那個變異 它是有多敏感於 或者是有多能夠抵抗一些純粹無關痛癢的量變的呢? 在基因變異的層面來說 有一些的變異你變了是不影響你的 是很多的 但是有些的變異你比如說累積夠多的時候 你就足夠去影響一個能夠顯示出來的一種的變異了 這個其實我說的質變就是一種這樣的 大約就是一種這樣的意思 那些量變就普通那些你可能變了不會影響你的 但是這些不會影響你 他們叫做neutral的這種變異 不會對你任何影響的變異 是要弄到多少出來才能夠最後出了一個質的變異呢? 那麼他們就找這個數學模型出來 說到最深最深的部分了 哇!結果裡面他們用那堆數學式嚇死人了 原來就牽涉到那個純粹數學 尤其是number theory 裡面的一些的數學 原來就能夠在這個基因變異問題裡面 幫我們做到一個解釋 剛才我差點提到一個字眼 它就叫做那個robustness 那個問題 就是一種一個基因它的質變 是可以是幾能夠承受到一些的量變呢? 你的量變如果能夠很多的量變都沒有表現出一個質變的時候呢? 那你的東西本身那個基因就比較robust的 比較硬正的 就是這個意思 那它給了一條色出來的 你的基因本身能夠頂住那些量變有多麼硬正呢? 是和你本身那個有多少種可以影響到質變基因的路徑 它的lock 把它削除了lock之後 是有出來的這個銜數是有這個關係的 還要加上一個很古怪的數學銜數 這個叫做sum of digits的銜數 來幫我砌成一個數學式出來 講來這裡已經是我自己覺得很吃力的了 就是這個原因就是說 這些銜數本身的內容在哪裡 我盡量不想講一條色出來 因為一講一條色出來 你叫一個數學家講一個銜數那條色出來 它說一大堆定義出來一頭無水 它在講另一個世界的語言一樣 大家大約能夠去嘗試理解 就是一些我們在純粹數學領域用到的一些的銜數 它原來呢 是最後可以幫我建立一個數學模型 幫我去解釋一個基因 它是那種對抗外來 能夠承受外來變異的那個能力 是有多少 而很有趣啊 最後最後出來那個銜數呢 它的數學性質 就跟剛才台長所講的高木晶治 他研究過的一種銜數 那種銜數呢 最後呢 大家是用一個法國甜品來去命名的 好像不知道是branch mangy 好像大約是牛奶果凍的一種 那數學銜數畫出來呢 就非常的像 台長現在在畫面上有展示出來的 就是那塊整塊好像牛奶布甸吸轉了 那塊那個數學銜數 這個數學銜數呢 又是我覺得呢 如果說那堆數學出來 又沒有什麼意思的 但是它有一個很獨特的特性就是 就是呢 它叫做 continuous but nowhere differentiable 為什麼呢 是的 那就是 它是 你是可以一筆這樣畫完這條銜數的 那個銜數中間沒有東西斷開的 一路連續的 但是呢 在任何一點上面呢 你都不能夠去 define到 不能夠定義到它的變化率 或者它的邪率的 那這些銜數 我覺得就是 其實是 以前我在所謂的讀書 都有見過類似的東西 但是不是 exactly 是這個 但是就 我們去出一些題目 我們就證明了 證明為什麼它 我們沒有權去找到它的微分 沒有權去找到它的變化率 那樣的樣子 那樣子自己要去證 就是會有這樣的東西去考大家 但是 在這個領域裡面進入了另外 這個銜數其實進入了另外一個領域 就叫做分形 分形的銜數 這個銜數本身就是一個分形來的 Fractus 我就會覺得 在這一門 這個基因的遺傳學裡面 竟然是有一種這麼漂亮 這麼高深的數學規律 在背後掌管著呢 我覺得是 蓋碳大自然鬼虎神功的奇妙之餘 也都非常佩服這幫人做這個研究 去建立這套這樣的數學模型 也都很欣賞 就是有人能夠 在不知道這些數學有沒有用之前 去研究了這些這樣的數學的銜數 所以在最後 就是我會覺得 在這些基因研究 當我們找到一些我們認識的銜數 來嘗試描述這個世界的規律的時候 它對於我們掌握基因變化 無論在掌握這個基因研究的 就是那些應該這麼說 是那個掌握的人生物演化 背後用一個什麼適當的數學模型 來去把它補充修正 或者是研究這個人類癌症病變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有一個更加好的數學依據 來去幫我們做日後的理論研究 所以我覺得這個貢獻就是 原來不可以再亂講這個純粹數學是完全沒有用的 只不過我們人類的智慧 能不能夠明白到這個意思呢? 剛才你說當年高木貞節 他想這個銜數是純粹出於一種的沒有目的 沒有實用價值的動機 不需要的 它是不需要的 總之它在那個邏輯上 有沒有這樣出現呢? 我能不能夠寫下它的特性是怎樣呢? 會不會開拓到一個我們未知的數學領域呢? 我想想的這種角度觀點是很高的 還有它想的時間距離現在都一百年了 一百年才能想到在這個方面有實際用途 是的 是的 那個具體的意思是不是說 那個基因的變異實際上有一種規律在那裡? 是的 其實我想如果說大自然的東西 最後有數學規律 大家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的 但是問題是根據哪一種的數學規律 比如你說那些核子 那些核分裂反應 會跟一個叫做一個指數形式的曲線去衰變下去 或者是連鎖反應就是一種指數的遞增 那這些這樣的規律呢 我們用一些我們日常認為都很有用的銜數 都能夠解釋到的了 但是一些我們一直都不知道它有沒有用的銜數 原來都可以涉及到一些這麼重要的科學問題呢? 那我就覺得是這次這個研究的價值最震撼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看回它們那個研究的程度 基本上Trotter大家都不知道後面有哪些的銜數是可以適用的 是不是一直去想的時候一直去找回以前的人 數學家有些什麼的銜數 就是逐個逐個就是測試還是怎麼樣的? 我會說是的 因為你看到那個數據出來 有沒有一些熟悉這門數學的人可以告訴我 這個數據的會不會用哪一個銜數fit是最好的呢? 我們人類甚至乎我現在自己教學生的 我只能夠教一些最基本的情況 就看一下那些數據是不是在同一直線而已 然後我們就真的fit一個直線的公式 然後就看一下fit的好不好 然後有一堆統計和數學技巧來叫同學去試一下 我如果現在fit一條直線 fit的好不好呢? fit一條二次元方程的曲線下去會不會好些呢? 我們有辦法說得到的 但是這次你看一下 那個數據是要用了一些這麼複雜的銜數去fit的時候 首先你對於這些銜數本身的感覺和認識 你要很豐富才能夠做得到 還有對於那個數據本身的一些特性 所以在這裡會說 你發覺找得到Alan Turing Institute 找得到這些名校的這些人 你要用得到這些IQ這麼高的數學家 他們那個豐富對於各種你們平常的人 不會看到的這些銜數 有他的這樣的經驗 才能夠去幫我們找到一個好的公式 來去描述這個基因世界的規律 明白了 所以大家以後多點心機去讀這個純數 就不要理他那個實際用途是行不行 這個也都令我想起一件戲裡面的一個場景 就是Openheimer 他拿著搭紙去問愛因斯坦 我們搞聯絡反應會不會整個地球爆的 我先看一看 我和你都不喜歡數學的 不如我們找個另一個人去計 這個我們適宜在科學回憶錄都去講講這件事 是 我們之後留在最後一節去講 好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